好 現在有個例子去講解如何將一個很大的數值 例如這個數字 過十八千萬 十萬八萬 一百 二十三萬四千 以及一個很小的數值 0.6666987 變成一個scientific notation 表達的 我們看看 首先我們就要將一個小數點移回正確的位置 我們就叫做leading digit 就是最前一個 因為那個p字要是小過十 又大過一 所以就有小數點移的 你看到移一格 移兩格 移三格 移四格 移五格 移六格 就去到我們想要的位置 由於我們是向左移的 即是把小數點的dicimal point 向左移六個位置 所以我們相對應要將它怎樣 就要乘10的六次方 因為向左移是配 令數字小了 所以要配大乘20的六次方才對 好嗎 OK 所以這個就是個方法 可以嗎 向左移就是配大乘20的六次方 令到小數點正確的位置 好 如果很小的數字又怎樣 這個就是答案 後面的零就沒意思了 這個就是scientific notation 小個1 對不起 小個10 大個1 小數點 整數次方 OK 好 接著b part 如果是零點 又要將那個小數點移到最前 最快有一個不是零的數值 不是零的數值 就停在那裡 那我看看 向右移一格 向右移兩格 向右移三格 向右移四格 向右移五格 就剛剛去到我們最前一個不是零的數值 而這個數值 向右移五格 所以怎樣 剛才向左移就要乘大 六十的六次方 向右移是怎樣 沒錯 就是乘以十的負五次方 因為我要令到它變小 所以這個數值大過本身這個 要變小一個小數點 就要乘以十的負五次方 十幾負五次方 即是一over十幾五次方 即是一over 十萬 那才似這個數值 所以這就是 saintiffelotation表達 又要檢查一下 這個數值是小過十 大過一 所以這就是saintiffelotation 而這也是整數 可以負數的 整數次方 那短片就到這裡